第九页 这边我们会有很多的句子要造 老师会给你们答案 那么你们可以把它抄写下来 Daman Pocket Pocket是指口袋 什么叫口袋花园呢 口袋花园 口袋可以只是迷你的 迷你的花园 但是什么东西都有 我们来看看 本居住Daman Sutra 能够那些Daman Pocket 本居住Daman Sutra 能够那些Daman Pocket 丝绸花园的居民们也同时 自己左手建立了一个口袋花园 Daman Pocket Daman Pocket Daman Pocket 在这边指的是 休闲小公园 我们再读一次 Daman Pock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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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的所谓的口袋花园呢 指的是一座小小的公园 这小小的公园呢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Daman P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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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用途呢 是让人民休息的地方 还有休闲的地方 休闲的地方 Briyada 就是可以在那边跑步 或者是小朋友们呢 可以在这边玩游乐场 Bri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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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要看这个图片啦 然后来造句子 Briyada Briyada 他们种树 他们种树 然后他们盯了一些长凳 长凳 然后呢 他们也在这入口的地方呢 树立这个告示牌 告示牌 Babandanda Babandanda 我们马上呢 是树立 安装 树立 好 我们简单的句子 就这样子造 然后我们呢 待会儿 还可以再继续更详细的造我们的句子 Briyada Mereka menanam pokok membinda bantu dan memasang 圆在 Daman Pocket Daman Pocket 他們在 运的小森林公园 中了 树木 D椅了一些长凳 然后还 suli了 告示牌 好 我们 还可以 詳细的造三个句子 Bri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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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图片 再进行详细的讲解 他们种植树木是为了美观 这就是布置点缀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美观 这个就是为了获得遮阴 遮阴为了让这个环境更加的凉爽 所以树木种植有美观的用途 也有提供遮阴的用途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图片 第二个图片就是居民盯了一些长凳 这长凳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建立了枪 给充逐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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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的使用者们的方便 为了提供方便 让居民们能够坐着休息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图片 第三个图片就是居民们在这边盯上了 这一个告示牌 他们在这个迷你休闲公园的入口处 盯上了告示牌 让我们来继续读这个第二个段落 好 干嘛 当着修行公园见好后 他们一同照顾公园的清洁与卫生 我们这边就要来看一下 他们做了什么呢 他们为这个长凳油漆 他们为这个长凳油漆 然后呢就是捡垃圾 还有呢就是清理水沟 清理沟渠 好让我们来照这个句子吧 他们为这个长凳油漆 检石垃圾 还有清理水沟 好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课文朗读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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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